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有一架隶属于美国亚特拉斯航空的货机 在起飞后不久就因为起落架问题折返 结果在降落途中机轮严重破损 而且破坏了跑道设施 因此在跑道上面紧急换胎 那么这一起意外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至今尚未排除 因此在仁川机场的一号跑道 目前是持续关闭的 我们也来看最近真的是飞安意外频传 在奥地利航空一架飞往维也纳的班机 飞行途中是遇到了冰雹袭击 索性最后平安降落 不过在机笔部分被砸出一个大洞 所以新画面我们要连线国际中心的宇轩请说 机笔被砸出一个大洞 画面中这架奥地利航空班机 当地时间10号飞往维也纳途中 遭遇冰雹袭击 机长紧急发出求救讯号 索性最后班机安全降落在维也纳 救护车也已经在现场待命 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不过飞机因为机笔受损 恐怕需要一段时间来维修 事实上最近几天 奥地利各地降下暴雨 第二大洲受创最严重 富宅区一度水淹半个车轮高 河水暴涨导致部分路段发生坍塌 出现一个大洞击外交通 如果当地气象单位预估 这波暴雨恐怕会一直下到当地时间11号 而在法国巴黎的香榭利社大道附近的 香奈尔精品店成为了四名抢匪的目标 他们趁着凌晨的时候 开车冲撞橱窗闯进店内 洗劫一空 再放火烧车逃离现场 香奈尔初估损失大约高达了3.5亿元的新台币 店面前玻璃门碎满地 旁边还有大块烧焦痕迹 店面的玻璃橱窗严重碎裂 保全于工作人员来回检查 警察也在现场为安 店里还可以看到 幸存的几个绿色包款 这间位于法国巴黎 香榭利社大道附近的香奈尔 10号凌晨被抢劫一空 四名抢匪驾车撞破香奈尔橱窗 将店内精品全部抢走 并在逃走前放火烧毁 卡在香奈尔橱窗里的车 跳上另一辆车逃离 警方获报后赶紧赶到现场扑灭火势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今天只有典型人和古典型客户 都在这个城市的白色和黄色和黑色 设计为Karl Lagerfeld 这家两层楼的香奈尔蒙田 大道51号店 粗估损失约2.1至3.5亿台币 目前暂时歇业 不过这不是蒙田大道上的唯一抢案 自称明星珠宝商的海瑞温斯顿店面 上个月19号至少遭三名持伤抢费 闯入收刮约2.09亿台币的珠宝 其实同一家店面过去就曾发生过 巴黎史上最大的珠宝抢案之一 离开了 从这个洋货品店在巴黎 2008年有四名持枪抢费 拿枪抵着店员的头不到15分钟 就将展示柜搜刮一空 法国警方当时怀疑 与塞尔维亚犯罪集团粉红爆有关 2015年有8人因此被定罪 提变新闻总和报道 而易哈冲突已经超过持续36个星期了 联合国的安理会在周二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提议的 三阶段停火方案进行表决 最后14票赞成只有俄罗斯契旋 这也是联合国第一次为加萨和平协议备数 瞄准目标火力全开 下一秒敌军车辆 一阵火光四射天摇地动 哈马斯睽違许久再度公布加萨突袭影片 宣称重创以色列部队 从去年10月7号开始的加萨冲突 已经持续36个星期 以色列和哈马斯迟迟不停火 让联合国安理会第二度 针对停火进行表决 不过这次由美国总统拜登 具体提出的三阶段停火草案 获得多数支持 联力挺过哈马斯的俄罗斯 这次都投弃全票 其他14国全员通过停火协议 现在就等哈马斯点头 这是安理会第一次针对加萨和平协议背书 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冲突后 第八度前往中东斡旋 布林肯先到埃及和埃及总统赛西见面 他接着还要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谈 只是包括以色列和哈马斯 目前都没有对联合国决议表态 加萨想真正停火 恐怕还得看布林肯斡旋结果 TVBS新闻 也来看美国联准会召开利率决策会议的前夕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收红 纳斯达克还有标普500指数收盘都创下了新高记录 而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其他市场观察人士预计 美国央行有望在9月或是12月降息一到两次 而投资人为未来一周联准会会议 以及关键通膨数据已经做好准备 因此周一美股扭转早前的跌幅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0.2% 而纳斯达克指数也上升了0.3% 两大指数双双都创下了新高记录 而辉达在美国时间上周五收盘后 实施股票一拆时 所以现在股价降到了每股120美元 不过拆股生效后 第一个交易日上涨了0.75% 也是三个交易日以来的首次翻喉 AI晶片龙头辉达股票一拆时后 第一个交易日 股价上涨0.75个百分点 摆脱前两个交易日的下跌趋势 因为股票一拆时 所以回答股票从上周五收盘的 超过1208.88美元 到了周一开盘时 直接除以10 只剩下120.88美元 等于每股只要台币4000元左右 股价显得清明许多 在挥打股价带动下 美国四大指数全面上扬 其中纳斯达克指数上涨59点 收在17192点 写下历史新高 至于刚办完开发者大会的苹果 表现却不如预期 而苹果手机将引用的人工智慧 是微软的ChatGPT 这里头当然也有回答的份 苹果联手微软与回答 最不是智慧的莫过于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马斯克在X平台上 梗图连发 不只向苹果不够聪明 无法打造自己的AI 还说相信OpenAI 不会侵犯用户隐私 实在太天真 他也强调 现在没人真正阅读隐私条款 会让OpenAI有机可乘 TV的新闻综合报导 讲到AI 也因为人工智慧推升需求量 所以加上过去资本额不足 造成记忆体供需严重不平衡 根据摩根史丹利的报告显示 记忆体的价格涨幅 至少是两位数成长 摩根史丹利预测 AI快速发展将导致 DRAM跟HBM的供需严重失衡 预计2025年 HBM的供应缺口将达到11% 而整体DRAM市场的缺口 也达到23% 预计在记忆体市场当中 具有策略地位的SP海力士 还有三星 市占率将会进一步的提高 我们一来看看日元贬值 日本的民众是饱受通膨的冲击 以北海道为例子 下半年不但是电费跟瓦斯费 补助要喊停 生活支出将会增加 其实早在5月份 更有多达417个品项的食品 都调高售价 因此消息传出 让不少人直呼 是不是看错了 涨涨涨 涨不停的物价 跟增加的生活支出 让日本民众狂喊 过日子好难 特别是采买食物跟生活用品的时候 大家超有感 最近逛超市 最惊讶的 莫过于橄榄油的售价 根本是直线飙升 平常在家煮个通心面 意大利面会用到的橄榄油 现在居然成了奢侈品 HBC电视台的报导指出 北海道市面上贩售的家庭用橄榄油 五月最高涨幅 来到售价的六成多 主要原因 除了日币贬值 还有产地欠收 オリーブオイルは世界一の産地がスペインで スペインの生産量が世界の大体5割から6割ぐらい を占めるという状況なんですね 主な原因は第三地のスペインの不作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2年連続で不作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ですね 今年上がった率がですね 半端くて ざっくり倍とかですね 2.5倍とか 一般家庭苦哈哈 主打西班牙料理的餐廳 也很伤脑筋 像是鱼跟肉的生切薄片 加上香蒜調味等料理 很多都需要主打健康的橄榄油 来增添風味 熱々です 店家採購的橄榄油 其实年初净貨价格就多了两成 未来还有可能继续上扬 今後のピュアオリーブオイルも エクストラバージンの油も どんどん値上がりしてくる これがどんどん続いてくると厳しいかなって 代用できるようなものじゃないので スペインにとっては必要なオリーブオイルだと思ってます 光是5月份 日本市面上就有417個食物品項調整售价 媒体報道日元如果持续貶值 下半年物価攀升的情况还会发生 更让民众摇头的是 除了吃的跟民生用品喊涨 家用支出增加的 还有电费跟瓦斯 先前日本政府 为避免电费瓦斯费涨幅过大 造成民众负担 寄出阶段性的补贴 家庭用电一度减收3.5日元 只是到了5月份 部住砍半剩下一度少1.8日元 6月官方不再贴钱 民众荷包再受打击 全ての物が値上がりすぎてて 仕事頑張るしかないですよね 今でもちょっとガス代高いんですけど それにプラスね 上がるのはちょっと どれぐらいの値段になるか 想像できないけど 家の電気って気づいたり 前世全然知らないよね 日元走扁平床記録 日本目前的物价水平 比起2022、2023年更加严峻 近期一向网路民调 就反映出近9成受訪者 深深感受到 日幣貶值 对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 面对万物起掌 不少民众无奈表示 只能节省再节省 顾好荷包 过日子 TVBS新闻 徐启方 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男子驾驶 快艇直冲 淡水河口 还回归证实 这名男子当过 中共的海军艇长 面对海巡 慢半拍的质疑 主委管碧林 今天承认 雷达侦测系统没有失灵 但是人出了状况 他曾经担任海军 而且还坐过艇长 揭露9日驾驶 快艇直冲淡水河口的大陆人 背景是退役共居 海委会主委管碧林说 海巡在外海 六海里处雷达 已锁定这艘 9公尺长的小船 但出现 人为疏失 他们判断 把他误判为是一艘 要返港的我国作业渔船 三海里的时候 要去辨识的时候 守望哨说 因为海上有30艘船 他们没办法辨识 到0.5海里的时候 因为距离还是遥远 速度很快 仍然无法辨识 可是到巴黎守望哨的时候 有辨识出来说 不是我们的守望 不是我们的渔船的时候 我们暗计守望哨的同仁 有失职之处 哨兵他没有通报 暗计赶快去抓 这中间有30分钟之久的失误 海巡干部已自行处分 管理说已批准周二开人平会 去年到今年 有18起类似案件 一半以上有抓到 另一半靠民众报案破案 比较有可能是直航 他用油的状况 跟相差54海里左右 这样的距离来讲 用油的状况也是符合的 不排除这是一种测试 目前对这个会定义为第一级吗 没有 觉得有任何的舒适吗 不管是海巡方还是国防机方 我想我们会来加强 就这种单艇式的这样子突然的进来 我们会来做相关的演绎 我们会续取这次的经验 另一头华油专栏作家撰文说 美国计划地域景象应变计划 快速部署 无人机干扰中共犯台行动 只是面对对岸民传 不断测试 我首都中枢防卫底线 海巡喊许喊出都有沟通协作 可不能只沦为口号而已 TVB的新闻 结果呢 疑似是闯进了墓园 深夜里打着手电筒赶紧撤离 就位在云南昆明一处露营区 游客在河边搭帐篷 没想到睡到半夜帐篷被河水浸湿 水都淹到膝盖了 因为墙降雨天气 导致水库水位高涨 而扎营的地点 距离河边只有十几公尺 天亮后明显看到帐篷都泡在水里 还好逃生及时 没有造成伤亡 河窗边不能搭帐篷过夜 同样跑错棚的还有这对新人 在新疆大漠拍婚纱 但是却被质疑 婚纱背景可能是目的 我一直以为是藏葡萄酒的地方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这组照 不过新疆大漠图艺馆回应 婚纱拍摄点其实是火焰山万佛宫风景区 现场的建筑雕塑是根据生土艺术塑造原则建造而成 堪称古代西域生土艺术的现代展示 TV新闻综合报道 好继继续是我们的全球第一线 我们再次很荣幸邀请到美国德州州立大学的副教授 汪吕中 汪教授哈喽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一开始要跟汪教授讨论的是 欧洲议会五年一次的大选 极右派的政党大有斩获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沦为了最大输家之一 他因此也宣布解散国会要提前改选 面对欧洲议会出现了一个右倾的迹象 要先请汪教授从三个面向 包括了乌俄战争 美中竞争的立场 以及地缘政治来帮我们分析 汪教授 是的 其实这次的欧洲议会的改选 确实出现了极右派的势力抬头的现象 在700多席的议会当中 非常有可能最极右的 最极端的右派 可以拿下150席 甚至到180席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未来欧洲联盟 就是欧盟 他在未来的走向 当然会引发不少的争议 或者不少的讨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极右派的立场 一直以来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 也就是各国会不会因为 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反映出来的是各国现在 更加的重视自己国家的利益 而不再强调各国的合作 那讲到合作 就如同刚刚主播所提到的 大家会关注的是 现在最需要合作的 包括了乌俄战争 以及美中的竞争对抗 还有地缘战略当中 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挑战 是不是因为极右派的势力 抬头之后 大家就不愿意合作了 首先我们说乌俄战争 事实上乌俄战争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明确的迹象显示 即便现在极右派的势力 抬头就可能会造成 所谓的合作立刻的终止 我们只能说短期之内 对于乌俄战争这场战事 大家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应该还是会持续的 但是接下来可能在各个国家内部 对于如何来支持 要投入多少的资源来支持 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大的旗舰 尤其是临近乌克兰的国家 跟稍微距离乌克兰距离比较远 而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理想的国家 是不是还会持续的用这种非常高度的支持度 来继续关注乌克兰 恐怕是在这样的一个欧洲议会选举之后 尤其是右派势力抬头 大家重新思考国家利益的时候 可能长期要来观察的 但是短期乌克兰大概支持度 还是一样会维持非常的强烈的支持 那当然某种程度也反映出 乌克兰可能要跟时间赛跑 在乌俄战争上面必须要取得 不论是谈判的筹码 还是在战场上要有进展 才有可能在有限的资源之下 赶快的为自己争取比较大的利益 那至于说在美中竞争 或者是在地缘战略的这种 比较紧张的角力当中 其实右派势力抬头 如同我们所说的 如果最关注的话题是国家利益 尤其是现在对欧洲国家 很多欧洲国家来说 所谓的非法移民或者是移民政策 在各国都引起了蛮大的关注 因为移民政策 它直接影响的是各国的预算上面 如何来进行所谓的社会上面的 社会安全网 或者是社会福利 会不会受到因为移民 移入人口的增加而受到挤压 那当然我们知道外来的移民 对于各国来说 它不仅是人口的压力 社会的压力 其实在治安或者是在医疗上面 也会造成相对的配套措施 也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右派的势力会抬头的 背景因素也在此 因为各国承受到了这些压力 导致各国的民众 一般的民众 他可能也觉得世界的政治很混乱 他可能也有心 或者是也有意愿 想要去帮助乌克兰 想要去帮助以哈冲突 可是回归到自己身边 可能会更加的担心的是 如果生活都没有办法过得好 如何来帮助别人 所以右派势力抬头 他确实有他的背景因素 那当然我们就说如果在各国都比较重视 民众都比较想要回归到自己的生活 先把自己生活不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大的美中竞争的框架 以及地缘战略的这种紧张感 恐怕也会随着右派势力的抬头 导致各国可能在外在事物的关注程度稍微降低 那么对于美国或者是任何的国家 想要争取更多的盟友支持 一起来投入他们想要推动的 或者想要唤醒大家一起关注的事物 难度就会比较高一些 也就是说国际合作 未来会面对更多的挑战了 好确实所以这一次欧洲议会 右派势力的抬头 后续非常值得我们持续的观察 也来看的是以哈冲突 已经进入第九个月了 而且联合国安理会 最近通过了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方案 15席当中只有俄罗斯弃权 那么这也是安理会首度为和平协议来背书 但目前以哈双方都还没有表态 汪教授您认为包括像哈马斯 或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有可能接受这一次的停火协议吗 是的会不会接受呢 其实真的还很难说 原因是因为虽然外部的条件 好像稍微的找到了一个出口 我们说外部的条件改变是因为 包括了在美国 美国在内的在联合国上 我们知道联合国呢 其实针对以哈冲突之前有不少的争议 尤其是美国或者是在安理会上面 大家在决议文的过程当中 都有不少的攻防 那现在呢 看来在安理会是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协议 也就是大家都有共识 真的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子 让和平没有办法看到曙光 一定要尽快的找到停火的方式 因此才会在目前看起来 有一个新的进展是 美国提出来的和平协议或停火协议 好不容易取得了大家的共识 可是我们说外部的这个因素 好像达成了可以往前推进的这种背景 可是在交战的双方 也就是以哈冲突的双方 以色列的纳台亚胡 目前他即便面对到了他的战争时期的 内阁甘兹 内阁部长甘兹请辞 因为甘兹认为 纳台亚胡没有带领 以色列朝向正确的方向来前进 但是纳台亚胡看起来 态势还是非常的强硬 他认为如果没有办法 完全的歼灭哈马斯 就不算是成功 即便是现在有了一些和平的进展 可是纳台亚胡看起来 还是迟迟的不愿意松口 这个时候以色列内部 其实就有不同的声音 我们刚刚说了内阁部长的请辞 某种程度反映出来 以色列内部也有人认为 纳台亚胡如果只考虑到他自己的政治的前途 他认为再继续担任这样以色列的总理 而且继续表示强势的作风 才有可能稳住他的政治生涯 考量在自己的政治生命的情况之下 纳台亚胡会不会真的松手 恐怕这就是变数的所在 另外在哈马斯的部分 其实如果纳台亚胡实时不愿意松口 哈马斯恐怕也会站得比较强硬 也会认为 就算国际想要介入调停 但是对方谈判的对方 只要不表达 愿意接受停火协议 或者是愿意接受各种的协议的情况之下 如果哈马斯率先的表态 认为自己要退让 会不会导致在谈判的过程 反而让哈马斯损失比较多 这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困境 就是外在或者全世界都希望和平赶快出现曙光 可是交战的双方恐怕考虑的 尤其是领导人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生涯 或者是自己的利益 这个是外部的力量再怎么推动 恐怕也很难往前推的 当然我们希望这些政治领导人 也是以唱声为念 思考未来在停火之后 可能如何来赶快的来修补跟世界的关系 考虑到未来的国家发展 希望以哈冲突 我们真的是希望以哈冲突 可以赶快的看到和平 好 确实如同刚刚翁教授所提到 真的希望战火赶紧落幕 毕竟我们知道在当地的人道危机 是持续的加剧 而且现在的国际局势 可以用暗潮汹涌来形容 我们也来看是金砖国家外长会议 在俄罗斯举办 继土耳其表态愿意加入之后 尼加拉瓜也提出了加入申请 另外普欣也证实说 金砖国家将推出独立支付系统 这对全球经济跟地缘政治的影响 再请翁教授来分析 是的 金砖国家 它是不是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但是国际局势这么混乱的情况之下 刚刚主播提到的第二个部分的问题 待会我们可以来说 就是所谓的独立的货币机制 或者独立的交易机制 是不是真的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 这一点恐怕还有待观察 第一个部分 金砖国家的重要性 其实金砖国家一直以来 都有它的一定的分量 只不过在现在的国际冲突当中 从2023年看来 金砖国家自己也表达了非常强力的意愿 希望可以容纳更多的国家 来加入金砖国家的组织 让金砖国家的组织 变成在国际的舞台上面 能够更有影响力更有分量 目前看起来在2023年 金砖国家已经从五个国家 拓展到十个国家 而包括刚刚提到的土耳其在内 在2024年预计想要申请加入金砖国家的 大概有18到24个国家这么多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以想见金砖国家未来扩张的机会 而且扩张之后的影响力 确实会变大 但是我们也要面对很现实的状况 就是金砖国家到目前为止 相对于其他的国际组织 或者其他的区域金融组织而言 金砖国家现在还是处于 相对发展比较稍微缓慢的 这些国家为主轴 也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力 恐怕短期之内 虽然国家的数目增加了 可是它相对应背后的市场 以及经济的潜力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还是稍微的有限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后续要持续的努力 才有可能真正让它的影响力 或预期的影响力 发挥到最大的效果 那我们再说金砖国家 尤其是俄罗斯 在乌俄战争之后 他们遭受到了很多的经济的制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一直都打出所谓的去美元化 或者是要避免包括了交易机制 被西方国家所垄断 或者是所制衡的这种状况 所以提出的要用金砖国家内部 要建立一种比较独立的交易机制 但是我们要知道货币交易机制 或者是任何的交易机制 它的背后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贸易的过程当中 可以比较方便 但是我们刚刚也说了 金砖国家以目前来看 虽然有中国有巴西 有南非有印度 这些比较大的市场 但是别忘了 主要的买家 恐怕还是比较先进成熟的 工业化的国家 包括了欧美国家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交易的双方 或者是交易的多方 恐怕很难摆脱欧美国家 在没有欧美国 在不包括欧美国家的情况之下 提出独立的交易机制 成功性确实是有 可是它的交易的额度 恐怕不会这么的大 那如果要加入金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就贸然的说 愿意加入金砖国家的交易机制 而放弃了现有的 美元为主的交易机制 当然可以想而知难度是很高的 换句话说 不论是金砖国家的扩张 还是金砖国家 想要提出一个 去美元化的一种说法 或者是新的制度 它真的要对国际的 国际的政治经济影响力 要真的发挥到极致 或者发挥到他们所预期的 可以达到举足轻松的地位 恐怕还有还需要蛮长的路 在前面要继续的努力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不容小觑的是 当国家的数量变多 它所占据的市场 它所代表的人口越多 它当然有一定的程度 是必须要被重视的 欧美国家如果想要跟这些 发展中国家做生意 它也必须要重新思考 这些发展国家的立场 跟发展国家的想法 这是为什么金砖国家 不断的想要扩张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也跟国际政治比较不稳定 各国需要更多的盟友来作为相互的保障 也有很大的关系 那既然谈到了全球经济 我们接下来还想请问翁教授 各国的兵家必争之地 当然还有我们最近讨论 很热门的电动车市场 最近土耳其宣布 将针对中国大陆进口的所有车辆 要加征40%这相当高的关税 而且传出欧盟也决定要跟进 但这样真的能够阻止中国大陆电动车 出口海外的低价割喉站吗 翁教授你又是怎么看 是的 恐怕任何的关税的限制 都没有办法阻挡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往海外输出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在电动车市场上 或者是在电池市场上 确实它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因此向外销售 这是没有办法阻挡的趋势 但是就是因为这股没有办法阻挡的趋势 各国才会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采取关税 增加关税的措施 我们必须先以土耳其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做分析 其实土耳其在2023年就已经增加了 对于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增加40%的关税 这一次再加的是Additional 也就是再增加40% 基本上是7000块以上 7000块美元以上来做一个起跳增加关税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从2023年第一次增加40%的关税 土耳其当时是因为 当时有一个时空背景 是土耳其自己第一款电动车 T-O-G-G-TOP 这一款土耳其自制的国产电动车上市 为了要保护国产电动车 所以打出了增加对外国电动车的关税 那当然最大宗的就是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所以当时就已经加了40%的关税 现在比较有趣的是 可能也必须要从关税的这个政策 跟土耳其国家的整体的 国际经贸的战略来做一个交错的来分析 因为就在土耳其推动 推出第一台电动车之后 土耳其不断的去思考的是 根据土耳其的地缘位置 它在欧亚大陆的交界地带 土耳其一直认为 如果自己可以成为电动车 或者是电池产业的一个欧亚交错的枢纽 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电动车的公司 或者是电池的厂商在土耳其设厂 它对于土耳其的经贸发展 会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所以土耳其这几年都一直在跟世界各国 当然跟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公司 所谈的都是一起来合作 甚至是合作来挂新的品牌 成立新的电动车的公司 事实上土耳其政府已经跟比亚迪 以及奇瑞汽车这些公司 都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会面 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进展 想要做的就是要鼓励中国的电动车公司 在土耳其投资 而且以土耳其的名义合资来进行公司 如果中国电动车公司愿意跟土耳其合资 那么这40%的关税就不会是问题 换句话说 土耳其政府采取这40%的增加关税 或许某种程度在战略上 是希望能够把外国的电动车公司 或者是电池产业 拿到土耳其来做 在土耳其在地生根在地发展 作为国家经济战略的一环 从这种角度来考虑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推动 所谓的电动 对电动车来进行关税的 这个政策的同时 我们在台湾思考的 恐怕也是可以来看 他山之石可以工作 看到的是各国在用关税政策 不仅是保护自己国内的某种特定的产业 某种程度也在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让其他的国家 如果真的要投入该自己本国的市场 就必须要在地化 必须要跟在地的企业合作 来拉抬在地的企业 这些是整个国际政治 在策略上分析的时候 大家不能忽视的部分 否则只看到40%的关税 直接连结到好像是竞争对抗的关系 可能只看到了一个面向 而忘记了 有些国家利用关税政策 其实是在促进自己国家的经贸发展 好 确实 所以这个产业在地化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还要来关注的是日本政坛 根据NHK的公布最新民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内阁支持率 只剩21% 创下他就任以来的新低 面对接下来将举行的冲绳县议员 还有东兴都知事的选战 党内的逼宫声浪 要请教翁教授 您认为岸田还有扳回的可能性吗 我们说扳回什么部分 扳回民调恐怕难度是很高的 就如同例如主播所说的 NHK或者是日本 近期做的民调 对于岸田内阁呢 事实上满意度都是很低 对岸田文雄首相自己本身 支持率也并不高 但是自民党他在日本政坛当中的 稳定的领先的角色 也就是执政权大概不会被撼动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执政权 这个政党 这个独大的政党 执政权不会被撼动 那目前的领导人 形象并不是很理想 当然就会出现党内 可能有人在思考说 那到底谁能够接任 可是目前在日本自民党内 出现了一个大的问题是 各个派系在之前 因为政坛丑闻的关系 各个派系的实力 其实都遭受大幅的打击 整个形象 各个派系的形象 也都不是非常理想 派系领导人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真的能够取代岸田文雄的 看起来在台面上 也没有太多的名字 可以来进行一些思考 当然也有人说 过去的前首相麻生太郎 会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或者是新的面孔 现在的外务大臣上川阳子 可能也是考虑的人选 但是还是要了解的是 整个自民党 他在政权无余的情况之下 这些新的面孔 或者是新的人选 有谁真的能够超越岸田 来面对日本现在 包括了经济 以及在国际舞台上面 想要表现 可是同时又面对了国际 面对了国内民生经济的问题 迟迟没有办法 有所看到转环的契机 尤其我们知道日币的大扁 日本的经济的状况 并不是非常的表现 非常良好 日本在全国世界各大的 经济体的排名 是不断的下滑 预计在2025年 将再跌落到第五名 调到印度之后 这些问题都是岸田要面对的 只不过在日本自民党 大家可能会思考的是 谁能够代替岸田 目前短期来看 派系之争 或者是派系之间的领袖 真的要超越岸田 取代岸田的恐怕 不是非常的明显 那岸田文雄首相 在未来呢 尤其在九月份到期之后 如果继续要执政 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 他都必须要严肃来面对 否则可能会造成的是 日本自民党内 也许有新的人 看到现在台面上的人 都没有办法 有真正的领导力 就会有新的挑战出现 这个时候 日本自民党内 会不会出现一些内讧 甚至是纷乱 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好 所以岸田未来的挑战 看似来是非常多 我们也非常谢谢翁教授 从欧洲政局 全球经济 到刚刚日本最新的情况 都做出了详尽的分析 翁教授感谢您 谢谢 好 我们也来看的是 全球的趋势 还要来聚焦的是太阳能 瑞典新创公司 推出了非常薄的太阳能板 可以把光能的效益最大化 未来可以用在小型的家电 像是遥控器 耳机跟蓝牙喇叭 目标是要淘汰一次性的电池 减少大量的电池垃圾 一整排的遥控器 还有耳机号称 就算不必充电 也永远有电力运作 目标要取代不能重复充电的电池 预计能大幅减少 每年上百亿被丢弃掉的电池 秘诀就是遥控器表面 这一层黑色的薄片 设计出轻薄充电电池的新创公司 就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当地没有足够的阳光 能够发展太阳能发电 因此科技公司就要想尽办法 把光能转换成电能的效益 给最大化 能把光能电池做成超级轻薄的形式 其实就是仿造大自然 因此也能配合不同的三级产品 应用范围相当广泛 也陆续获得包括3M 爱迪达等国际大厂的青睐 陆续推出相关产品 目前已经透过两间工厂 在展开大规模的制造 就算在历推永续的瑞典 目前太阳能发电也只占 总电力来源的1% 欧洲发展太阳能除了地理条件限制 供应链方面也是一大问题 目前全球有超过八成的 太阳能发电装置 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就算是欧美国家加起来 产量也没办法达到1% 而且专家说这样的情况 短时间之内更难扭转 在2024年初 中国在中国在中国的产品 是半个产品的产品 因此欧洲国家的新创公司 力拼效能 提高各种光照发电量 以及科技制造 这间光电电池新创公司 这间光电电池新创公司 就吸引包括日本软银 以及不少欧洲投资公司的青睐 获得超过3500万欧元的资金 要在欧洲打造不同于以往的光电能源商机 取消新闻 纵合报道 而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次最大亮点 就是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的AI军团 苹果宣布正式跟Chat GPT合作 未来用户在手机上 包括像血讯息 发email或查资料 跟使用Siri 都更加人性化 Apple Intelligence 是今年苹果开发者大会最大亮点 台湾时间11号凌晨登场的开发者大会 除了一系列软体更新 重头戏就是苹果AI Apple宣布正式与Chat GPT合作 未来写email查资料 与Siri沟通或打字沟通 更加人性化个人化 导入AI技术 Apple让手机变身行动助理 还能制作个人表情图像 靠文字 AI也能协助生成图像 手机功能升级 保障隐私也不马虎 Apple强调一切资料绝对不会上传到云端 在利用AI同时 用户也能避免被AI利用成为资料库 TVB新闻总和报导 台湾形象展前进欧洲 第一站就选在德国柏林 也跟上AI浪潮 推出了AI电动自行车 双手绑上针灸环调整到最舒适的松紧度 手机连接App 收入16本针灸名书 身体哪边痛 疲累 头晕 肠胃不舒服 都有相对应的解方 然后它归纳出我们的穴位 所以当我们的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就用AI来侦测说 那会需要通过哪个穴位 AI运算行不仅是用在医疗 交通领域也不能少 未来电动车没电不用再担心 来不及到达充电站 透过手机App 向移动式充电机器人招招手 其实K瓦容量一般轿车 从电量20%充到80% 只需要30分钟 其实会透过camera开始去判断 周遭的这个移动的 不管是人甚至是车子 那他就是必要在一个必要的这个时间 跟距离之内 他就会停止下来 交通平AI还有这台电动自行车 则是可以根据我的踩踏力 以及行驶的波度 来调整动能输出 让我更加省力 在经济部支持下 外贸协会举行的台湾形象展 首度进军欧洲 第一站就选在德国柏林 启动仪式搭上足球赛热潮 结合欧洲市场的需求跟趋势 总共集结110家台湾企业参展 如果说以东南亚形象展的纪念的话 我们东南亚形象展 每一场的商机 大概都有超过五千万 我们相信柏林形象展的 欧洲台湾形象展的商机 绝对不亚于我们在东南亚的形象展 这回同步也进行半导体论坛 邀请到台积电 联发科等重量级企业 共同讨论相关议题 双方合作发展令人期待 而国际金价走跌 中国大陆的金氏零售爆价 也跟着推促销优惠 向售品牌业者喊出 每克降价人民币70块钱 杀很大 美国就业强劲 降息几率降低 拖累国际金价大跳水 从近期每盎司2400多美元高点 下滑至2288美元 再加上大陆央行 出现连续18个月以来 首次暂停增实黄金 都让国际金价走势蒙上阴霾 但即便如此 大陆投资人对金条的热爱依旧不减 还是看好黄金的 还是会找的 所以我作为资产配置 应该是有一定的黄金 但我们今年的话 包括积存金的这个业务 还有食物金条的这个销售量 都是往年的两倍之多 销售金条的话 是近些年同期的数量 就是最好的时候 端午假期期间 黄金零售卖场 每个柜台前都人山人海 趁金价回落 零售业趁势即优惠 像是品牌业者老凤翔 喊出一克便宜70元人民币 等于30克黄金手镯 可省下约9400块新台币 同一时间 北京这间金氏店 每公克也便宜225块 价格创四月来新低 目前来看的话 现在确实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入手点 可能还会在一定的 较高的价位 人流量比上周增加了50%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金价在跌了 然后好多人购买的意向 成交率也比上周增加了 大概有30%到50% 除了结婚嫁娶的刚性需求外 多数消费者其实还在观望 不过外资高盛预测 年底前 国际金价将渴望触及 每盎司2700美元 花旗甚至喊出 2025年上看3000美元新天价 对金价前景依旧看好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您收看Focus世界新闻 我是钱丽如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视频参加热 爱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